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这个方式修行而震入圆中 专于念佛法门来色化这个娑婆世界众生 所以他的名字叫做大士智 根据《无量寿经》里面说 观世音、大士智、这两位大菩萨 都是从娑婆世界以反复的身份发愿修行 而震到现在的国地 他现在在基督世界 可是他已经是老早在久远之前 就是在娑婆世界修学佛法成就之后 才到基督世界去的 所以明白这个道理 大士智菩萨 他也是娑婆世界的众生之一 修行成就了 到了基督世界 帮助阿弥陀佛的教化 这是大士智三个字的名号 法王子就是菩萨 这个名像前面讲过很多了 佛为法王 以法自在 那么他继续菩萨的功力 劳力建修成为等觉菩萨 将来基督世界 虽然阿弥陀佛叫做无量寿 但是有量之无量 我们没有办法体悟他的数量 就是生活圆觉以下都没有办法体悟 了解阿弥陀佛的寿命数量 所以叫做无量寿 但是还是有量 最后他的化缘进了 阿弥陀佛入涅槃之后 那么观世音乐成佛 那么观世音乐继续在基督世界教化 等到观世音乐继续菩萨 他的化缘满了 那么大士智菩萨继续在基督世界成佛 那么度化众生 所以阿弥陀佛跟观世音大士智 他是次第一直在基督世界继续度化众生的 那么因此他在基督世界为阿弥陀佛的帮助 弘化的大菩萨 所以叫做法王子 佛为法王 依法自在 所以是法王子 现在因为前面十大远通 你的菩萨说十大远通已经讲过了 现在他要说他的念佛的根大远通 所以他跟他同类修这个法门的 这个所有的菩萨中 那么从自己的座位起来 所以接下去经文说 与其同伦五十二菩萨 自从做起 与共同的意思 大士智菩萨带领了 跟他同样伦就是内 同类的菩萨 同类修念佛法门的这些菩萨 有五十二个结位 五十二菩萨 不要看着五十二个人 这是五十二个结位 就是十姓 十住 十行 十回向 十地 等觉 这五十一位 由人解释 等觉之后加妙觉 成为五十二位 我认为 庙觉排进去 不妥当 为什么 庙觉是佛 等觉进一步就成佛 成佛就是庙觉 所以庙觉地 他是成佛了 那么大士智菩萨 他自己是等觉菩萨 就是等觉地 在菩萨的结位是最高的 而这个庙觉是成佛的 不可能啊 以等觉菩萨带领成佛的佛 来理佛 没有这个事情 不对 所以 不可以把庙觉排进去 成为五十二位 那么既然不能把庙觉排进去 那只有五十一位呢 既然只有五十一位 为什么经文说五十二呢 这五十二的还有一个一 在哪里啊 不要忘掉 前面有个甘慧地 经文在后边 在第八卷 才说到 十姓之前 初姓魏之前呢 有甘慧地 这个甘慧地啊 就是三殿治刚成佛 这个 魏如来法流水街 所以叫做甘慧地 甘有其慧而已了 这个甘慧地就是十姓的初姓之前 初姓之前呢 有个甘慧地 因此啊 应当把甘慧地排为第一 等觉排在最后 五十二位的这个秩序啊 第一 甘慧地 然后才是十姓 十住 十行 十回向 十地 就五十位了 然后等觉啊 那么前面有甘慧地 五十一 后边有等觉 五十二 所以这个五十二 五一啊 就是加上前面的甘慧地 不要把后边的庙觉排进来 啊 应当是等觉菩萨的大师子菩萨 带领出前面的十地 啊 还有跟他相同的等觉 啊 前面的十地啊 还有这个十 十回向 十行 十住 十信 还有十信之前 刚刚成就甘慧地的菩萨啊 啊 都算进去 这样子叫做五十二个阶位 五十二个阶位啊 所以这个同轮的同类的五十二位菩萨 他们这些都是修念佛法门的啊 是跟他同类的啊 所以叫做同轮啊 同样是修这个念佛法门的菩萨 那么 同时啊 从座位起来 啊 因为要挺乏呀 所以起来 啊 既从座起 既 随时 随时 就是弥勒菩萨的话讲完之后 大师之菩萨 随时从他的座位起来 不但他自己起来 跟他同轮的五十二个阶位的菩萨 不晓得有多少 啊 也许是上千上万 啊 跟他同类的五十二个阶位的菩萨 也一样的起来 同样要挺乏吗 啊 都站在大师之菩萨的后边 向佛顶礼啊 顶礼佛祖 五体投地 顶礼到释迦牟尼佛的祖像 啊 啊 礼拜完毕之后 啊 然后啊 才秉白于佛 说出下面的话 啊 所以这就是第一段 续疑 续俗 啊 这个 大师之菩萨 要挺发之前的威仪 所以叫做续疑 第一段 这下就在经文啊 从这个我欲往西之下 一直到归于进度 这一段文叫做正说 正说明念佛源通 正说里面有四段 把它分成四段 把它分成四段来做说明 第一 古佛 清守法门 古经的古 啊 古佛 清守法门 古佛 就是大师之菩萨 最先 清净的这个 超日月光佛 啊 这个古佛 亲自传守 念佛法门啊 结大师之菩萨 这是第一段 啊 古佛 清守法门 啊 这古佛 清守法门的经文啊 我看出经文 我先把这段文念出来 我欲往西 恒后撒街 有佛出世 明无亮光 十二如来相聚一街 其最后佛 明 超日月光 比佛教我 念佛三脉 这段嘛 就叫做古佛 清守法门 再接下去 第二段 详遇感应道教 详细比喻 感应道教的道理 就是念佛怎么念 啊 真正在这里讲出来 第三 何以显示身体 啊 把法语 何福前面的比喻 来说明 显示这个念佛的 啊 深厚的利益 叫做何以 显示身体 啊 这文字都在后边 讲到在说啊 第一次 受极自立利利他 当时就不是他讲到最后 他去除他自己啊 修念佛法门为自利 用这个念佛法门的设划 所有众生 这是他的利他 啊 所以后边经文说啊 我本人的一念佛心 若无生人 这是他的自利 经一次见 设念佛人归于进度 这是他的利他 啊 这是第四段 出极自立利他 现在我们先讲第一段 啊 古佛 亲手法门 啊 最早 他所听见的 超日月光佛 亲自传手念佛法门 这大师之不善 我一往西 横河沙间 有佛出事 名不样光 十二如来 他相聚一间 其最后佛 明超日月光 彼佛教我念佛山脉 啊 彼佛教我念佛山脉 就是亲手法门 我 大师之菩萨自身 我大师之 啊 我九眼之前 往过去 西 从前 多久啊 横河沙间 把横河的沙子 伊丽莎算一个大街 一个世界乘出坏空 一遍算一街 竟把横河的沙子算定 那么多的大街之前 啊 这个 大师之不善最初第一次 所听进的佛 啊 那么 那个时候 连终有十二尊佛 出现时间 所以说 有佛出事 明无量光 当时第一尊佛出现时间 叫做无量光佛 啊 那么连终有十二位佛 出现时间 第一位无量光 第十二位 就是超日月光 所以 十二如来相聚一街 这个一街啊 就是一个大街当中的 住街 住街的二十个小街 例如我们现在闲街 现在闲街 有一天佛出现时间 释迦牟尼佛 又为第四 现在这里是说 那同一个 住街当中 一个大街的 同一个住街当中啊 有十二位佛 连终出现在时间 第一位是无量光 那么中间 第二到第十一 相聚连续 在那个世界 视线成佛 其最后佛 最后一尊佛 十二位佛的当中 最后一尊名 超日月光 最后一位啊 叫做超日月光佛 啊 那么 当时这一尊佛就教 大师之菩萨修 念佛三脉 啊 那么这个中间的十位佛 经文只列出第一位的无量光 跟最后一位的超日月光 中间还有十位 没有列出名号来 一般住家 都把无量寿经里面 阿弥陀佛有十二个名号 就把这个十二个名号列出来 认为就是他 啊 是不是 我们以后再说 现在先说这十二个名目 在无量寿经里面有十二光佛 第一就是无量光佛 第二是无边光佛 第三是无碍光佛 惯碍的爱 无碍光佛 第二是无罪光佛 相对的罪 第二是燕王光佛 啊 火焰的燕 啊 燕王光佛 第六是清静光佛 清静 啊 第七是欢喜光佛 很欢喜的欢喜啊 第七是欢喜光佛 第八是智慧光佛 大智慧的智慧 智慧光佛 第九是不断光佛 光明连续不非间断 啊 不断光佛 第十叫做难思光佛 难思难意啊 啊 佛的光明不可思议 所以叫做难思光佛 第十一位叫做无称光佛 称是称赞 啊 没有办法用语言文字来称赞 佛的光明属生 所以叫做无称光佛 啊 第十二就是超日月光佛 啊 这十二个名字啊 在无量寿经里面 在无量寿经里面列出来 啊 有这十二位 但是 无量寿经里面所说的十二光佛呀 那只是阿弥陀佛的别号 阿弥陀佛光明无量 而他的光明无量当中说明他的光明啊 有这十二种的意义来说明 而实际上只是一尊阿弥陀佛 一尊阿弥陀佛里面有这十二个光的名号啊 来表现他的这个熟成点啊 现在这里啊 这里情况不一样的 这里因为是说十二位佛 不是一位 是十二位佛啊 都是光 而连续出现时间 这里讲的是十二位啊 是十二位尊佛 而不是像无量寿经所说的 只有一位佛十二个名号 这个情况不一样 刚才讲到十二如来相聚一阶 这是说十二尊佛呀 在一阶当中连续出现 就是一尊佛出现时间 说法度众 因缘定了入灭 然后又一尊佛出现时间 是这样的 所以说第一尊佛 出现时间的第一尊佛 叫做无量光 就是无量光佛 那么有人呢 就把这个无量光看作阿弥陀佛 不是的 为什么 你看看阿弥陀经 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已经十节 释迦牟尼佛说阿弥陀经的时候 阿弥陀佛成佛才到十节而已 十节就是十个大节嘛 十节乘出怀疯十遍 我们的佛现在是在基督事节说法呀 他无量寿啊 现在才成佛十节而已呀 可是我们这里经文所说的 十二如来相聚一阶呀 第一尊佛无量光出现时间 说法度重 因缘尽了入灭 这个无量光佛是已经入灭了 然后第二尊佛出现时间 那么第二到第十一经文没有明文 就是借用无量寿经的这个明像来说吧 那么第二尊的无边光 假定 假定是无边光 第二尊是无边光的话 那是无量光入灭以后 无边光才出现 也是成佛以后 说法度重 因缘尽了入灭 然后第三尊会出现 第三尊无碍光 这样一尊一尊一尊出现时间 缘尽入灭 然后又一尊出现时间 这样的连贯下来 就像我们这边 咸戒天佛 过去已经有三尊佛 聚留尊佛 吉那哈姆尼佛 加舍佛 都已经入灭 然后释迦牟尼佛出现时间 是第四尊 现在释迦牟尼佛也入灭 要等到第五尊弥勒佛 那么这个 十二如相聚一切 也是如此 一尊一尊 一尊灭渡了 然后又换一尊来 出现时间 降生啊 出家 修行成佛呀 然后说法度重啊 原定入灭呀 八项成道 一定是这样子 那么第三尊爱光 第四尊对光 第五愿望光 第六心静光 第七欢喜光 第八智慧光 地九不断光 第十南四光 第十一无尘光 就是这样一尊一尊的 一直连灌下来 到最后一尊 经文说 其最后佛 明超日月光 这个十二如的相继 连续连续出现时间 进一个住街里面 相聚一街 进一个大街的住街里面 住街 假定以我们这个时间算 就是二十个小街 在这个二十个小街里面 十二尊灌连续出现时间 最后一尊名字叫超日月光 日 世间的日光 太阳了 月 晚上的月亮 就是太阴了 佛的光明超过日光 超过月光 所以叫做超日月光佛 因为世间日月光 有它照不到的地方 以天宫来说 桃利天再往上 夜摩天以上 日光就照不到了 后面经文说到的 而就是在人间 日光能够照到的地方 日光虽明不照浮盆 日光很明了 光明很大 可是你把这个盆子 翻过来 浮入了 这光就没有办法进去 比如你的连盆 世间的连盆 水桶浮过来 看不出来 光就没有办法进去 地面就没有光 所以日光虽明不照浮盆 那么佛光没有障碍 前面说过的无碍光 它是无处不照的 就是最深最游暗的地方 贴为山 山途 无间地狱最苦的地方 佛的光明都能照到 日光虽然找不到的 所以佛光超过所有的日月灯光 千万一倍 所以叫做超日月光佛 这个超日月光佛是最后一尊 是第十二尊 一阶十二尊佛的第十二尊 这个第十二尊佛出现世间的时候 这个大师之菩萨 才亲近这个超日月光佛呀 教他修念佛法门 所以其最后佛明超日月光 毕佛教我念佛三脉 毕佛就是指的超日月光佛 大师之菩萨自己说 毕超日月光佛就是第十二尊佛啊 他才教我修念佛三脉 三脉就义叫做三脉 心义就是三摩地 三摩地 本经啊 心就义愤合用 因为它要排成四个字一句啊 这个地方就叫做念佛三脉 有些地方就写出三摩地 或者三摩提 前面已经讲过 四千多五千块完了 这些名词啊 前面都有 都有看过 有三摩地 有三摩提 有三脉 现在这里说念佛三脉 三脉是印度化 心义三摩提 三摩提 翻成中国话 就是镇定 镇寿 他的定功 活佛这个三脉的条件 完全一心相合 正到这个功力 就叫做三脉 由念佛而成就这个念佛三脉 这个念佛三脉 念佛 平常说 有四种念佛 最高深的 十相念佛 其次是观想念佛 是观目量说经里面所说的观想念佛 第三是观想念佛 看住佛像 来做观想的前方便 那叫做观想念佛 第三 第一是就是持名念佛 我们平常念的 那么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念这个佛的名号 那叫做持名念佛 这个念啊 不是单用嘴念 要用心念 你看这个中文的方块字啊 这个念字哈 金心 金 当下这一念 当下这一念心 在哪里念佛 就叫做念佛 有人啊 把这个念佛的念字旁边加口 解解嘴 加口 这是多余的 那就变成一个口念心不念 哦 加口 我们念我的阿弥陀 阿弥陀 都是用嘴巴念嘛 那心里可以不念啊 韩山大师说 口念 阿弥陀 心散乱 喉咙念 破也突然 你的嘴里 阿弥陀 阿弥陀 心里没有 心里想中想谁打妄想 那么这样子就是把喉咙念破了 也没有用 啊 那好像鱼呀 鱼在水里 一天到晚 他的嘴巴张开 水就进去 从两边的鱼尸地出来 一点也没有到他肚里肚子里面去啊 假如咱嘴念心里不念 就跟这个鱼夹水 这个情况一样 啊 所以念佛是用心念的 不是单用口念 那么口念是做心念的帮助 啊 因为如果单用心念 默念 很容易打断 妄想一来了 佛就抛掉了 所以 一方面 颗里念 耳朵听 听进去 耳朵心里想去 那么这样子轮转不息 就是实名念 我最简单吧 你也要做到 从心去 从嘴念出 从耳朵听进去 这样子轮转不息 从心去 从嘴念出 从耳朵听进去 啊 这样才叫做念佛呀 不是嘴巴里 有阿弥陀佛 啊 心里没有 这就不对了 所以 这个念佛的念字啊 旁边不要加一个口字 啊 那本来就是 精心 当下最念心 在念佛 心里不能不念 心里不念 那就不叫做念佛了 啊 呃 持名念佛 就是我们平常念佛号 观像念佛 就是做观想的前方便 观无量寿经里面 有十六种观法 这个十六观里面 有一个像观 就是 如果你观想 基督世界不曾看过 阿弥陀佛的像好状怨 从来不从来不曾看过 不晓得长得什么样子 那么因此啊 把这个 最庄严的佛像 啊 先看 用眼睛看 叫做观像 用眼睛看佛像 从头顶看到脚底 啊 看了清天俗俗分明 看成 熟连了 眼睛闭起来 佛像就在面前 这是观 观像成就 那么由此可以进入观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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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